我记得我们的一新空气净化器 在将近十年前 很多人质疑说 我为什么要放弃那些 买你近万元的空气净化器 这不就是有很多的公众对我们的看法 是说安利的产品好是好都好 后面还有三个字是什么 就是贵 那么如果我在这儿给你解释 说我就是贵 为什么怎么不贵 我觉得这个是解释不了的 那么你要注意 消费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实际上是他内心里认为你不值 并不是这个价格的高或低 而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那个价格 同意吗 今天借这个场合 我应该再给大家梳理一遍 我还是举那个非常浅显易懂的例子 就是蚊帐的例子 如果夏天我们需要挂蚊帐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买蚊帐的目的是什么 是什么 挡蚊子 挡着蚊子别飞进来 对不对 好 如果目的明确 我说如果买蚊帐的目的是挡着蚊子 别飞进来 则你买这个蚊帐的眼 就必须得比蚊子小 同样的问题 我想问大家 您买空气净化器的目的是想滤过什么 滤霉 PM2.5 什么灰尘 粉尘 花粉 细菌 病毒 是吧 是想滤过这些 包括尘满 什么尘满抗原 是不是要滤过这些 那好了 我说 你就把你想要滤过的这些东西 从大到小排列 什么东西能够把最细的最小的拦住 剩下其他一网打尽 那好了 那就说这些东西 什么最小 这里面最小的是细菌和病毒 最小是病毒 听明白了吧 那好了 那你就看什么东西能把病毒拦住吧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那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明确了这个目的 然后也知道了这个比例关系 那你现在你可以到市面上 你见到空气净化器 你都可以把说明书拆出来 你去看 我可以这么说 市面上大家能够看到的 家用的空气洁净的产品 滤网直径 基本上都是0.3微米 0.3微米这个概念呢 作为普通人还不一定清楚 别着急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讲 那么我先说 普通的滤网直径是0.3微米 而我们的一新的 我们这个新的Sky空气净化器 滤网直径现在是多少 0.0024微米 这俩数放在这儿 我估计很多人是想不清楚的 那么我就得给你做一个比方 举个例子来帮助你理解 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关系 以及在同比例放大下 细菌和病毒又是多大个 我这么说 如果把0.3微米比喻成一个篮球 假设说我们这个房间 中间架着一层滤网 这个滤网的那个网眼 筛子眼是0.3微米 可以滤过一个篮球 就相当于从房顶子上掉篮球 这滤网没拦住 掉楼底下去了 听明白吗 这个滤网的直径是0.3微米 那0.0024微米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一粒绿豆 原先我们的空气净化器 是相当于一粒黄豆 现在又升级又缩小 这粒绿豆我在这儿也要告诉大家 还不是大的绿豆 是小的绿豆 我们专门有一个片子 它上面说 现在0.0024微米相当于一粒米粒 实际上那个米粒也是横着梁 不是竖着梁 听明白了吧 那么你知道这个比例关系 那我们就来看 细菌和病毒如果同比例放大 它变成多大个 我告诉大家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常见到的细菌 同比例放大 大约就是相当于 比如说柚子啊 木瓜啊 火龙果啊 骑橙啊 就是类似相当于这么大 而病毒相当于多大呢 就相当于我们日常吃的 荔枝啊 核桃啊 大枣啊 栗子啊 等等这些大 那么我想问大家 你现在是不是想绿过这个荔枝 大枣 核桃 对吗 对不对 那你拿 拿露篮球的网眼 绿什么呢 啊 绿什么呢 还是这句话吗 就是你买蚊帐的牧业是什么 是什么 挡蚊子 说现在有一个蚊帐便宜 促销十块钱俩 买一送一 就是网眼大点 能飞进一个苍蝇来 买不买 买吗 大家注意 你清楚目的 你就知道它的价值是什么 如果说 我买空气净化剂的目的 不是 我不是为了要律过这些东西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家里啊 放一个电器插上电 这个盒子一出风啊 我这心里看着踏实 大家我一说笑了 别笑 这就是很多人买空气净化器的心理 如果你的目的就是一个心理的安慰 你就是有一个电器插在那看见它出风 心里你踏实 我建议你一千块钱的你也别买 你就几百块钱来个小电扇吹啊 也出风 我不是开玩笑 而是说大家你要知道 你对它如果是感性的 我就是看着求心安 那是一种需求 如果你是理性的 你就想滤过大枣核桃荔枝 那么就是它 能理解了吗 它是卖九千多也是它 它卖一万九千多还是它 因为只有它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听得明白这个意思吧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去到很多的城市去讲空气净化 我会发现 大家现在这个意识又有变化 什么变化呢 说现在这个雾霾 好像情况也有所改善了 污染也没有原先那么严重了 当你去到一些海滨城市 南方的城市 他们会觉得说 我们的城市没有那些污染 那我为什么还要买空气净化器呢 我突然间我就感觉很诧异 难道你买空气净化器的目的 说脑子里只是想着 这个外界空气的污染吗 那么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 我买空气净化器 当然外界的污染是一方面 可是你更不能忽略的是 室内的污染 室内的污染比室外的污染 严重二到五倍 这不是一句空话 而且室内的污染物 跟室外的污染物是非常不同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场景熟悉不熟悉 这个打玻璃胶 见过打玻璃胶的那个枪吗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装修这个玻璃胶 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东西 什么瓷砖啊 面盆啊 浴缸啊 地漏啊 哪哪都是玻璃胶 那么这个胶里面 它有一个主要的 这个融合剂是什么 融剂就是含本的化合物 而它就是要持续地挥发 那个打完那个胶 你们大家都去过 那个新装修的房子 都会能够闻到 对吧 另外还有一个 这种柜子 实际上你这些柜子都是板材的 有人说 说它就是石木的 我们地板也是石木的 我们这个柜子也是石木 我告诉大家 石木并不是把深山老林里的木头 切成片 就给你拼成一个家具 它也是说靠这些木头 把它粘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板材 一个耐热的 一个耐高温的板材的 而这些粘合剂里面 其实或多或少 它都会含有这些 各种各样的 我们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 而这里面 如果它长期的 这种吸入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人体 发生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最典型的 其实是血液系统的疾病 而这些装修材料里面的 有机的化合物 它的挥发经研究证实 可以持续10到15年的时间 所以呢 那么基于这样的需求 我们就需要 给我们的这种家居环境 提供一个更安全的保护 刚才专家也跟大家讲了 我们的诸多的 这种升级的优势 那么这里概括起来 就是细 多 快 全 细 我刚才讲了 我们的滤网直径 已经升级到了多少 0.0024微米 我要告诉大家 你知道这是多少纳米吗 是2.4纳米 所以大家呀 你对这个滤网的理解 应该要比那个 0.3微米要高多了 它已经是一个 纳米级的滤网直径了 而这样的一个滤网直径 它的对于污染物的 单次滤径的效果 可以达到99.99% 后面我会给大家 再详细地讲 然后滤网直径更细了 那么滤过的物质更多了 我们目前可以宣称的 有效滤除的污染物 已经达到了300多种 我在这说300多种呢 我估计大家可能都没有概念 就不知道你这个 你这为什么不是1000种呢 为什么不是2000种呢 为什么不是3000种 为什么是300种 300种有多牛呢 我要告诉大家 300种 如果不是我们 如果是其他的话 能够宣称10种20种 已经很了不起了 而我们能够宣称的是 它们的10倍20倍 甚至30倍 能理解了吗 你就知道这个宣称 它的这个力量 有多么的强大 而这里面很多 我们能够滤过的 都是要远远小于 0.3微米直径的 这样的一种污染物 包括一些细菌 还有病毒 那我在这里呢 也列出来 我们常见的 就是 当然前面也有常见的 我在这里列出来 一些常见的 而这里面呢 我也把它的 这个滤过的 这个百分值 在这里面清晰地写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直径稍大的 花粉屑 尘满抗原 我们可以达到 百分之百的滤镜 而直径稍微小一点的 包括细菌 包括这些个病毒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达到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四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五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八 那么再有一个 就是 关于它的快 我们说 我们的捷径空气量 可以达到五百一十立方米 五百一十立方米 是个什么概念 大家对它的立体的想象 可能也不清楚 我告诉大家 我们日常的居家 我们一般家庭的层高 就是三米 一般都不会超过三米 就以三米来算 五百一十立方米 就相当于 大约是一百七十平米 乘以三米的层高 这样的一个环境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认证 它所获得的认证 我们刚才专家也跟大家解释了 我们获得了一系列的 包括美国环保署的节能的标识 包括英国过敏协会的认证 这是世界上权威的认证 包括我们如果在这个认证里面 输入二十二个致敏的品类 输入以后再做筛选 最终能够通过检测的 只有我们的一星空气净化器 另外还有说关于我刚才提到的 室内各种污染物 总会发生有机物 以及对于病毒细菌的这种滤过 那么我们也在国内 获得了清华大学的 环境检测中心的认证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不要忘了说 我们后面的那个高效率的 那个活性碳滤网 我们可不单纯只是吸附 甲醛吸附这些个 总会发生有机物 因为有的人呢 他们认为什么呢 说当你吸附够了以后 那么我是不是过一段时间 我拿到外面晒一晒 我就可以又重新用了 或者说我拿着一个什么活性碳 我到外面 就是咱们北方人讲话 叫磕达磕达 磕达磕达 大家想想 如果你靠磕达磕达 靠太阳晒一晒 你就可以让这个活性碳上 吸附的甲醛都可以挥发 那你放在家里能安心吗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就是一定不要忽视 我们是在活性碳的表面 有专利的涂层的 我们可以把吸附在上面的甲醛 分解成为无毒的物质 所以对于我们的 一新的活性碳滤网 不要再理解成是一个甲醛的吸附剂 而应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甲醛的分解剂 听明白了吧 那我刚才呢 也跟大家讲了 它的细 它的多 它的快 它的全 那么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那么接下来呢 我呢 会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我们的这个一新空气净化器呢 放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 然后呢 我们会在这个玻璃罩子里面呢 然后放烟 加入浓烟 这个浓烟呢 甚至都可以遮盖掉这个里面的空气净化器 然后呢 我们会请工作的同事呢 来帮我们 就是遥控 就用APP来遥控 就模仿您在外面要遥控家里的空气净化器一样 我们来去遥控 然后 我呢 带着大家 我按完了以后 我带着大家 我们一起倒数十秒钟 我们来看看 用十秒的时间 我们的一新 到底能够把这个浓烟滤过到什么程度 好不好 好 我离远点 我别挡着你们录屏幕 好吧 我按完了之后 我就跟你们说 你们就数啊 咱们就十 九 就这样一下一下数 好吧 好啊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看到了吧 我估计大家 等会儿 我估计可能是不是好的 你没拍上 我们再来一遍 我估计有的人没拍上 我们再加一遍 好吗 大家有没有看到说 它实际上 它为什么它的后程会非常的快 是因为在刚它联网的时候 它是从一速开始起 然后当它升到五速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五档的这个高速运转 它的这种滤镜效果是多么的强大 这么浓的浓烟 那里面都是非常浓的浓烟 而且那是一种油质 它所产生的烟雾 它都可以快速地把它滤镜 好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啊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好 谢谢 那我们安利呢 不仅有家居的空气净化器 我们也有车载的空气净化器 我在这里啊 我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是什么 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今天呢 为了舒适而使用的电气太多了 为了吃点凉的买个冰箱 为了感受这个凉的空气 就是什么 这个我要买一个这个空调 为了暖和点 我买一个什么电暖气等等 就是为了舒适而买的电气很多 但是为了健康 好像人们这个意识还没到达那个水平 所以我在这里我要倡导大家 我们一定对要改善我们健康的那个电气 可能比给我们舒适的电气更重要 我也希望大家 就是说终于将来能有一天 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 不仅家里啊 都有微波炉 都有什么洗衣机 都有电冰箱 我觉得家里都应该有净化器 都应该有净水器 每一台车里也都有一个车载的净化器 这样让健康环绕着我们 你们说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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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